大大,今天的这一个分享视频 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旅游和摄影的关系 就现在有非常多的同学 喜欢把摄影和旅游挂钩 就所谓的旅拍嘛 就想要在旅游过程中既看到美景 又能够创,就把这个美景创作 成为自己的一个作品 或者是怕拍下来,纪念下来嘛 但其实关于这件事情 我是建议大家把它们两个分开的 旅游就是旅游,摄影就是摄影 那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去游玩 去探索某一个地方 那这种人群我是建议你尽量不要带相机 能不带就不带,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本身这个相机也比较重 有可能会成为你在这个突破过程中 或者是游玩过程中的一个累赘 它也需要保护嘛 第二个,你完全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替代相机 帮你记录这一个精彩的瞬间 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有 有跟朋友一起去澳门这个地方 用一天的时间来进行游玩 但我们跟朋友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呢是想要创作出比较好的作品 去记录这个时间 而我们的朋友是想要踩点打卡的这么一个目的 那两者的目的不一样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愉快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因为那个赶时间嘛 也没有创作出自己非常满意的视频 或者这个照片 而我们的朋友呢 被我们拖着这个时间 他们也没有走完很多的这个景点 所以这个结果就 我自己个人认为是 不是那么的好的 所以你要分清楚 你在出发之前要分清楚 你到底是想要以游玩为主 还是想要以摄影为主 那来看第二种人群 如果你是以摄影为出发点 而去某个地方的话 我建议你做好以下的计划 第一个先提前做好攻略 或者有时间先去踩点 因为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直接去拍的话 你一般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一般我要预留两天的时间 打比方先去踩点点 就哪个卡片机或手机去记录一下 然后第二天规定好了 这个摄影计划过后 再去拍一次 这个是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摄影计划 然后第二个 时间上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以摄影为目的而外出的话 一定要早起 一定要晚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般早上和傍晚 是我们能够创作出好作品的关键时期 因为这两个时间段 给到你的画面光影是非常丰富的 你更能够创作出光影丰富的 这一个摄影作品 那这个我在我的构图课程里面 就有讲到的 我们大多数大量的优秀作品 其实很多都是出自于早晨 和傍晚这两个时间段的 像中午这些太阳拍猛的 一般都不太适合拍照 我们就好好待在室内就好了 待到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拍下星轨 那关于星轨怎么拍 其实我的分享视频之类的 都有讲到 那这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 其实也很碎 但这就是我自己根据以往的经验 然后总结出来的一些 个人的感受 那这边也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摄影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 我平时都会分享 跟摄影相关的支持点 如果你需要学摄影的话 也可以找我 我这边有系统性的 学摄影的整个体系 那今天的分享视频 我们就讲到